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行销管理 在前面的第五章节中 针对消费品市场 作者分享了行销人员如何培育顾客关系 建立顾客价值和顾客忠诚度 在企业品市场 作者谈论了公司如何与企业顾客建立忠诚关系 作者提到了些什么呢 请莫妮卡来跟我们分享 在B2B的顾客关系中 作者特别说明 这个部分是整体行销方案中的重要工作 作者也提醒我们 不可以无策略性的吸引或者是保留顾客 而是要找寻并锁定客群 来进行一对一的行销 在采购方跟供应商之间彼此要有互信 才可以长期的建立稳定 垂直合作的采购关系 至于如何建立互信 大家可以参考第233页的内容 作者提出了四种会影响垂直合作关系的因素 其他选项可得性 供应商的重要性 供给的复杂性 供给市场的动态性 这四项因素构成了八种采购关系 有兴趣的人你也可以来看第234页的内容 另外作者也举出一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 双方才有可能会建立起紧密的采购关系 第一种情况是复杂的采购需求 第二种是供应商很少 第三种是环境的高度不稳定 而且专属性的投资是必要的 要建立紧密的采购关系 除了双方彼此 他可以得到好处之外 当然也有一些坏处 坏处就是会增加专属性投资的风险 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专属性投资 这个部分就是公司对于特定的价值链 特定的价值链伙伴 量身定做时 他所必须要支出的成本 目的是在于提高本公司的获利 以及达成目标的定位 这部分的成本是属于沉默成本 另外对于供应商来说 可能会投入太多专属性的资产 以及技术 对于采购方来说 这有可能会造成被某一个 特定的供应商给绑住了 作者在第六章第七 更正 作者在第七章第六节中 延伸出一个概念 投资主义 投机主义 公益商或者是采购方的投机主义 会增加资源控制 以及资源监视的成本 投机主义的意思是说 在明定或者是未明定的合约中 进行某些欺瞒或者是不实供应的做法 也有可能会变形成拒绝或者是不愿意适应环境而改变 或者是忽视合约规定的义务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第234到235页 谢谢Monica的分享 简单的来说 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 就是整体行销方案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看看作者还跟大家分享了些什么 待会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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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